从这一次的财报级来看 各大科技巨头的AI战役 似乎已经进入了另一个关键阶段 我们来看看谷歌 上周谷歌母公司Alphabet 交出亮眼的财报之后 股价一度大涨10% 但值得注意的是 让投资者兴奋的不仅仅是 谷歌第一次发放股息红利 以及增加股票回贡等等举措 更重要的是 Alphabet CEO皮查一透露了 谷歌在过去一年当中 成功将AI聊天机器人的问答成本 降低了80% 那你看单就皮查一这个表态 可能都比谷歌本身财报当中的 其他内容更具重要意义 那首先你要知道谷歌搜索引擎业务 是贡献了公司营收的一半 当然也是利润的大头 那如果你还记得 微软在2023年年初 未必搜索引擎增加了AI聊天机器人功能 和总结网页信息的问答功能之后 投资者一度担心 谷歌的搜索引擎业务可能被进一步蝉食 包括随着谷歌投入AI的开支持续增加 利润也有可能下滑的风险 而谷歌董事会主席John Hannes去年也曾向外界透露 使用AI聊天机器人进行问答的成本 将会是传统谷歌搜索的10倍 但如今话风一转 皮查一在上周的财报电话会议上就表明 谷歌通过Gemini AI模型和定制AI芯片的技术突破 能够有效降低问答成本 那这番言论虽然给了投资者一记定心丸 但关键是谷歌本身的硬实力也难以撼动 那你只要看一看过去一年搜索市场的份额 几乎没有变动这个现象就能明白 此前一切的担忧都是多余 那确实单凭皮查一番话我们也不能完全信服 谷歌是不是真的能够兑现降本增效的承诺 但我们依然能够从谷歌此前公布的码机去一一检验 究竟这番愿景实际落地的可能性有多高 那不得不说为了能在AI聊天机器人的技术上取得领先 谷歌真的早就开始了布局 去年5月 谷歌开始向部分测试用户推出基于AI生成的搜索结果 但是这次的测试并不像以往那样给用户甩出一堆的网页链接 而是根据网页信息来生成答案 而到了今年3月 谷歌已经开始在搜索功能当中增加AI回答 但由于运行AI模型的高成本 谷歌表示起初只有少部分的用户可以用上这项功能 那你别看谷歌在AI搜索问答上只是取得了小小的进步 但背后却要为此做出大量的准备 在将AI定为战略优先的目标之后 谷歌还在今年3月对搜索引擎部门进行了大调整 包括引进大量AI领域的资深人士 那上周谷歌也表示 与一年前相比公司的资本开支增加了一倍 达到120亿美元 而这主要是由于对AI技术基础设施的投资 那足以说明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 谷歌都在努力克服面临着再降低成本 以及推出AI产品的压力 那一位参与过谷歌搜索工作的内部人士就透露 为了可以让AI搜索降本增售 他们已经使用了不同级别的AI模型 来回答不同类型的查询 那对于相对简单的查询 就会调用级别照地的Germini版本 并且占据较少的算力 但针对更复杂的查询 就会需要调用到成本更高的旗舰模型 Germini Ultra 那如果谷歌决定将传统搜索引擎全面加入AI功能 那么总体将能省下速十亿美元 不过即使AI问答成本降低了80% 用AI搜索的成本依然高于普通搜索 所以如何用花了大价钱调教出来的AI来赚钱 就是谷歌接下来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说了这么多 无非想要表达 华尔街更关心的就是这些科技巨头如何用AI来变现 那对此谷歌的答案是想要把广告有机融入到AI生成的问答结果当中 想要模仿过去传统搜索引擎的盈利模式 但是我们从目前现有的结果来看 似乎也不禁如人意 那一年前谷歌曾经试验过把广告显示在AI问答结果的上方 例如给AI输入如何购买手镯 最顶部的结果是一组广告 稍往下才是AI生成的答案 但这个效果似乎不太明显 而根据两位在谷歌工作过的人士的说法 由于AI比传统搜索结果更简洁的总结了答案 那么寻找信息的人可能不需要点击进入另一个页面就能获得答案 这将会影响依赖搜索引擎流量来展示的广告效果 但对PXE来说 这一切都朝着正向积极的方向前进 至少现在人们使用AI搜索更频繁这一点对谷歌来说都是好消息 甚至对谷歌的搜索广告业务前景也是一个好咒头 毕竟让用户进行更多搜索就有更多机会可以展示广告 那不知道你对AI搜索的广告引力模式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底下留言处与我们一起探讨交流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明天见